不知从何时开始娱乐圈的电灯炮越来越多 宝宝们今天就跟着捞捞一起来看看 这娱乐圈中的电灯炮谁瓦数最大吧 第五位是赵丽颖 还记得八杀慈善业吗 张若云和唐一新公开恋情的首次合体秀恩爱 哦对了 你们有注意到你们后面的赵丽颖吗 在他们的笔心合影正中间 并且她还被他们用荧光效果给圈了出来 想截了电灯炮炸性了老铁 赵丽颖还没开饭 估计已经被狗粮喂饱了吧 第四位是易烊千玺 在某综艺节目中 坎青子和季灵晨两人斗嘴打闹甜蜜不断 撒下的狗粮各是沉蹲 连旁边的易烊千玺 也不禁脸红害羞起来 最后也无法忍受两人的狗粮轰炸 只能起身速速离开 自从节目播出后 她也从此改了名 被叫做一千瓦 第三位是仙剑留守儿童胡哥 胡哥跟霍建华从仙剑三开始的迎聘中 就被评为CP 私下更是好兄弟 出席活动的时候 三人同框 在霍建华和林心如还没公开恋情之时 胡哥竟看不出两人的感情端倪 傻乎乎的坐在两人中间 这是稳坐电灯泡第一把交易呀 第二位是何炯 何老师 何炯和谢娜是多年的好友 何炯给谢娜很多帮助 后来谢娜和张杰结婚 张杰和何炯更是好朋友 如今谢娜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宝宝 何炯还会时不时的探望谢娜 这样的友情着实让人羡慕 谢娜有何炯这样的好朋友 还有张杰这样的好老公 可谓是人生赢家呀 全场最脸皮厚的电灯泡 就是林根兴了 林根兴似乎只热衷于当赵又廷夫妇的电灯泡 并且赵又廷夫妇似乎完全不介意呀 赵又廷高圆圆夫妇参加黄晓明 Angela Baby的婚礼 林根兴也跟着去了 更嚣张放言 这是赵又廷林根兴夫妇和高圆圆 因此林根兴被网友说 是3000瓦的电灯泡 那些年做过的电灯泡 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才是单身狗的终极奥义 你觉得谁的瓦数最高 蒙哥拉新闻 做电灯泡 你们是专业的 报道